因为一些历史和宗教原因,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完全被另外一个国家包围,形成国中国的奇观,比如圣马利诺和范蒂冈,这两个国家完全被意大利包围,圣马利诺和范蒂冈,但你一点想不到,比国中国更夸张的是竟然还有国中国中国, 这个像甜甜圈一样的国境划分,位于中东土豪国阿联酋境内,国中国中国,之所以出现这样奇怪的国境关系,还要追溯到八十多年前,当时还没有阿联酋这个国家,这片地区被称为特鲁西尔阿曼,被众多的部落酋长统治住,这些部落酋长隔三差五的聚众泄斗, 争闹不休,英国人为了在这个地方打造影响力,充当和世老,组织他们手拉手,通过谈判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, 待活过日子,当年的马德哈是个山美水美的地方,水资源丰富, 比起周围处在沙漠地带的穷星企,他们日子要好过很多,为了不跟穷星企分享水资源,马德哈选择加入地理位置较远的阿曼,况且,当时的阿曼,也的确比其他部落强大,还占据驻波斯湾最重要的地理位置,莫桑达姆海峡。 不知怎么的,马德哈境内纳赫瓦一个小酋长,就是看阿曼不顺眼,非要跟住阿联酋一起过。 本住自愿原则,纳赫瓦加入了阿联酋的沙迦酋长国。 30年河东,30年河西。 后来阿联酋靠石油资源发了大财,人均GDP4W美金,成了世界上最富裕国家,比沙特、卡达,还要高出很多。 对比阿曼,人均GDP,只有阿联酋的35%,巨大差异导致很多阿曼人去阿联酋打工。 阿联酋?阿曼乡村? 跟对大哥的纳赫瓦,如今也过起了富足的日子。 虽然被马德哈包围,但他们一定感激爷爷辈的英宁选择。 相比之下马德哈的日子,虽然有点紧吧? 但毕竟被阿联酋包围住,比起阿曼本土的很多地方,还是要富裕不少。 至少,打工不用跑忍路。 阿联酋迪拜公主